汽車在路口等紅燈 十字路口正好有兩輛機車也要轉進車道 就是這瞬間整片鷹架應聲倒塌 開始了 走 還好騎士都有成功煞車沒有受傷 不過當時停在路旁的四輛汽車可就沒這麼幸運 警察在處理了 警察在處理了 所以定定會備案 來 先要更好聽 去美食房就下雨啊 下雨出來了 車主自己都不灑灑 搭配鷹架跟防塵網就這樣砸在愛車上 超級心痛 事發就在高雄左營區博愛路和崇德路口 7號中午高雄市區開始下雨 疑似是一陣強風 把約兩層樓高的鷹架吹倒 跟下雨有關係啊 那你就是因為下雨才會有風嘛 不對 就是因為風太大啊 下雨前大概五分鐘就倒了 如果是風大的話有可能 但是詳細原因我們不清楚 氣象障觀測當時左營最大陣風 大約六到七級 很可能是風雨交加 導致鷹架倒塌 市府公務局及勞工局也在事發後 趕到場當場勒令停工 初步判斷 該整修工程的外牆施工鷹架 未以結構體圖實連結 導致施工鷹架倒塌 波及到路面停放的車輛 其實這裡所有全人是旁邊的連鎖超市 近期陳租給一間診所 再早營造廠裝潢整修 如今查出鷹架廠商有缺失 公務局確定會對診所及營造廠各罰9萬 勞檢處調查中最終採儲30萬 不只市府要重罰 四輛車的損失業者也要負起責任 TVBS新聞阿嬌賢創家居SNG小組高雄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